这个call,对吧,写一个这样的call,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写啊 首先呢,我们现在到sm文件里来看一下,我们在这里面需要调用一下这个,先来看回忆一下我们之前的代码吧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哪个是我们的这个代码,从这开始,这是m,这是我们的一个加法简单运算,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hook的代码,对吧 hook的代码,hook代码之后呢,我们是先hook到代码之后,干嘛了 先hook到代码之后,我们是先把它的值都读出来,读出来,读完之后呢,去调了一个我们游戏啊,这个游戏,DXI家里面的这个输出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对吧,把我们的这个东西输出出来,然后呢,再还原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去说,得到这个包不是一个完整的,我们就要把它加以处理 啊,加以处理,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先需要写一个 处理的这个函数,对吧,处理的这个函数 嗯,来写一个,我们用汇编写一个处理的函数啊 比如说上有个分析的那个函数,我们就要呢,写一个拼音吧 这里面打不了中文啊,我就想让大家看 看起来知道这个一眼看着知道这个靠的干嘛,我们直接用拼音可以的 明文解析啊,就叫明文解析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明文解析靠啊,一个不完整的明文封包拿出去,就给你解析上一个完整的明文封包了 明文解析,按批啊,然后呢,我们到这里面进行一个这个,造用 造用之前呢,我们这里面肯定要处理很多的东西哈,我们先 嗯,我们先来把这个对端开,开辟一下 嗯,RSP加100H,肯定是需要开辟一个空间,对吧 啊,开辟一个空间 然后呢,ABD,RSP加100H 没有问题 什么是个打的这个 中文 书法不对啊 好了,嗯,好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呢 返回之前要return 我们把中间想加的car代码写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对吧 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来写我们的这个代码 什么的代码,首先呢,我们肯定是照着这个代码抄啊,照着我们分析完的这个代码抄,对吧 嗯,开抄 这个RBX,我们 来源啊,这个RX跟23X来源全这个RBX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RBX进行复制 mo,RBX,RBX6S,是我们之前获得的那个不完整的那个明文包啊 我们直接用一个全局变量啊,给它传递就可以了 mo,RBX,Q2的PTR,然后呢,它来自于一个全局变量 嗯,等会儿啊 稍等一下,我设置一下 中文是使用英文标点符号 啊,可以了,要不然来回切好麻烦啊 嗯,我还不是,我,我,你们很了解我,对吧 我,我能起中文的人肯定全是中文啊,所以说 来回切的时候呢,你用中文去做这个东西 最烦的就是来回切换的时候很慢啊 你说我们把这个符号变成都是中文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mo,RBX,Q2的PTR 然后呢,来源于一个全局变量 那全局变量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RBX是我们抓到的不完整的圆包 那个时候是给的全局变量 叫做名为RBX,对吧 名为RBX,那给了它之后呢 这样的话,RBX就是我们选要的那个值了 然后呢,顺着开始抄代码 mo,RX,对吧 Q2的PTR,来源于什么呢 这样的话,我们RX的值就对了 RX对了之后呢 继续的开始抄 就在开始抄 RCX,来源于什么 mo,RCX,来源于RBX RBX,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开始抄下面的一个代码 这个,LEARDX,来源于RSP加2加一次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代码就写完了 写完了,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继续先往下写啊 这个结构我们先不管 啊,稍等那个源线的空出来 然后呢,再去慢慢的去给它架构它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嘛,对吧 啊,现在是继续写 mo,RX,Q2的PTR,谁啊 应该是RX加310X,对吧 那这是我们想要call的那个地址 然后呢,直接callRX就可以了 啊,RX 这是我们的一个完整的一个call就抄下来 啊,完整的call就抄下来 现在我们唯一需要对这个RDX这个结构 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啊,仅此而已啊 我们来对它进行复制就好了 首先呢 那我们用一个其他的一个结构器 我们随便选一个啊 RSI啊,RSI Q2的 啊,我们那个RSI啊 我们先把谁复制给RSI呢 我们随便的选一个变量好了 啊,我们就叫做 就叫做A吧 就叫做A 把一个A的这个变量复制给RSI 其实我们想传的谁啊 传是他 传是他这个 东西把它传给RSI 因为我们传给他之后呢 我们再往这个地址里写 对吧 这个地方是家里人的地址 也就是相当于RSP加210X的位置 那我们把它这个地方往右写 mall Q2的 RSP加210X 把谁写进去啊 把这个RSI写进去 那第一个位置就写完了 我们开始写第二个位置 对吧 第二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我们直接复制就行了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那我总共需要写写几个 12345啊 主要写五个 1345啊 顺着写 20283038 40 对吧 2028 30 38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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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我们直接写个1就行了 啊 40写个1就行了 这个3了 然后呢 bcdbbc 1不用了啊 我们省一句试一句 那这个a是什么呀 a就是我们的这个 基地址啊 我们回头写到c加里面 然后给它传练就行了 那这个b是啥呀 b是这个我们申请的一个d字 回头它是会 把我们的这个 红包内容保存到里面呢 c是啥 c是这么长的一个值啊 回头我们也写到c加里面 写到c加里面 然后是 d d是什么呢 d是 这么一个值 然后回头它会把包长写到这个里面来 啊 然后呢 最后一个40 它里面写的什么 写的就是一个1啊 我们直接抄一下去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call 就算调整成功了 啊 就算调整成功了 没有什么问题 那调整成功了 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啊 就啥呀 我们用了这些计存器 rb rrc rsi 我们都给它 保持了印象 对吧 我们说 尽量不去破坏它的计存器啊 那就都给它保存一下 poose r a x poose abcd的这个顺序来吧 rcx poose rdx poose 还有什么 还有哪个了 rsi 就用了这5个 对吧 那 回员的时候呢 我们也去回员po rsi 顺序不能错了啊 rdx rcx rdx rms 好 对不对啊 abcd i rsi 没问题啊 没问题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代码 就已经编写完成了 编写完成 那编写完成之后呢 这里面我们用到了 4个变量啊 4个变量 4个变量呢 在头部呢 我们给它 变量一下 分别是对应的 abcd 是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面 汇编代码这一块呢 就已经 妥当了啊 妥当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我们下一步呢 其实就要需要在 crr代码里进行 对它进行一个调用啊 我们来到crr的这个代码 crr代码 这是我们上一份写的 我们看看里面 我们需要添加 怎样的一个东西 首先我们先把我们先 用到的这几个变量 先给它添加进去 对吧 首先添加进去 我们这几个变量 ABCD吧 大写的啊 大写的ABCD 把这几个变量添一下 A跟B A是一个基地值 我们待会还得给它复值 是吧 然后待会给它复值吧 要写成那个 螺块剧品 扎骗一个方式 B的话是我们申请的一个地址 待会再复值 C的话是啥东西 是这个东西 直接复制过来 直接在这复值就行了 x 是吧 就可以了 d是啥 d就把它复制过来吧 它这个前面的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后面这个1人好像是没有用的 然后呢 它会在执行结束之后 帮我们写入包茬 我们先给 先给它写上去就可以了 这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要掉那个解析函数吧 固定里面的那个解析函数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就把它 给它声明一下 那个函数没有发挥值 好外的叫什么名人来着 叫做明文 明文解析凭全称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搞定了 没任何问题了对吧 然后呢我们需要干嘛 需要到这个地方来处理一下了 到这个地方来处理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都需要处理什么什么东西啊 这个地方没问题 判断是我们返回的时候呢是 说明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 完整的一个 不是完整的啊 已经得到了一个风包 但是不是完整的 那在这里面呢 要加一点处理 对吧 加一点处理 加一点处理 我这个 然后上这边 把这两条代码输入过来 因为我还得算那个基地址 这个基地址 你们自己算啊 这种体力文我不能得你们算 这个 减去模块巨饼便宜是多少 我去复制过来 这吧 下次更新肯定就变了啊 你们要去定位的 怎么怎么定位 怎么定位自己研究啊 下车说我们讲 下车说我们讲怎么怎么定位 首先我们这个 这个A它是一个基地址 这基地址 我直接复制过来的啊 然后呢 B是啥 B是一个指针 我们在这里面 申请一个这个字节数据出来啊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地址传给这个B 是吧 有相关于申请的地址也是一样的 你愿意怎么写怎么写 反正B是一个地址 然后呢 待会我们调用完这个明文解析之后 它里面存的就是我们的包内容了 对吧 是我们这个包内容了 那么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调用明文解析 这个函数 啊 调用明文解析这个函数 下面的代码我们还要去修改一下啊 呃 我们这里面获得的这个包长 我们之前说了 22 对吧 真正的明文包是什么 减10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用-x10 这没问题了 然后呢 我们继续来看 那我们的这个明文地址呢 开始读也是没问题的了 对吧 没问题的了 啊 从我们这个明文地址开始读 呃 我们的这个东西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的这个明文地址得到的是哪个东西啊 明文地址 嗯 明文地址啊 明文地址传传进来了 它自动的就给我们修改了 对吧 自动就给我们修改 那没问题的啊 明文地址我们传进来 在这个明文解析的这个call里面 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明文结构呢 进行一个加密 进行一个加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传递的这个包场一定要注意 我们是-0的 我们不要玩那么长啊 不要玩那么长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从明文地址一个一个的开始输出 最终输出这个包场也要注意一下 啊 需要-0s10的 0s10 这样的话 我们输出的内容应该是没有提了 我们来输出一下看一下吧 可能会有问题啊 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修完的代码确保不了啊 错几错两次崩两次很正常 来看一下 这些 长时间不动它已经掉了啊 先登录 我们喊一个1122334566778899442 2来个位 关上 咦 我们刚才没有抓到封包吗 啊 1 2 2 3 4 呦 真的没有 我们没有抓到封包是吧 嗯 那就说明我们存在很大问题哦 啊 存在存在问题 我们的代码是存在问题的 呃 我先暂停一下 然后呢 我慢慢去找 因为找一个问题 没有个十分八分的 应该也是不好找啊 我们来我去慢慢的看一下 然后呢 找个问题 然后呢 再处理 你们也一样 跟着我编写到这里之后呢 你可以先 暂停一下 自己去找一下错误 找完错误之后 十分钟啊 找不到了 再过来去看 嗯 刚看了一眼 就就看到错误了哈 我们刚才啊 呃 没问题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 虽然掉这坎了 但是我们忘了件事啊 不是掉完这个坎之后 这个包场 包地址就自动给我们写进来 对吧 我们分析的时候是在哪呢 这儿了吗 最后 这这个我们之前分析的 呃 执行call以后是这个位置 会被写入啊 他写到这个结构体里了 不是写到我们的这个包场包地址 这个全面量里了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执行之后 再把它给取出来啊 拿给取出来 要不取出来是不行的 比如说这个call执行完毕之后 包地址在哪啊 包地址在 这是rfp加20 对吧 我们这里面也是写的rfp加20 rfp加20 就是加28 比如说加28 是真正的包地址吧 那我们在这里面 要把包地址给拿出来 就必须再写一下代码 raxqwordptr 啊 qwordptr来源于什么呢 rfp加30 28 啊 这rf加28 然后呢 把rf给谁啊 把rax mo 嗯 qwordptr 我们的那个名字叫做名文 应该是有个字党 是吧 名文 啊 这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地址 那把这个rf写进来就可以了 啊 写进来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这里面注意一些事 我们说 这地方包场不差了词吗 啊 我们拿到的现在是这个 拿到是这个 对吧 如果从这个地方读 还是有十字节垃圾数据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真正的包地址 应该是再加4 啊 再加4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abd rs 直接给它加1x就完事了 啊 这就把这个包内容 写到我们的这层边上里了 那下一步什么了 下一步就是我们的包场了嘛 包场就很容易了啊 包场有各种方式获得 这里面我们在这里读 其实都是费劲的 包场啊 包场写到哪来着 写到这个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我们需要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需要注意一下 它不是一个q word 是一个什么 deward 可以可以看出来对吧 deward 所以说这里面我们不用rx 也行 直接用ex就行了 然后呢 q word 不是deward deward 它是从哪儿的 rsp 我们来试一下啊 20283038对吧 38 38 38一次给取出来给我们ex 跟我们ex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全聚变量呗 全聚变量 我们那个全聚变量 是deward 还是q word 行无所谓啊 q word的deward 我们都会按deward给个数值 那总不会错的 然后呢 d 包场 ex ex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获得了这个真正的这个内容了 刚才 只掉卡了 还没有拿内容 直接就去 输出去了啊 对吧 这样没一个情况啊 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应该没问题 哎啊 刚才游戏崩了 试一下 啊 当然这游戏啊 你在剩的这个位置 hook 时间长了它也是崩的 但是hook这个这个东西 你还能hook多久吗 抓到一个包就可以回完了 然后再抓第二包再开开 这样的话一般情况还是不会崩的啊 你户个时间长了 它也是会崩的 这游戏 这个 外部啊 这个检测你是否破坏代码还是比较严格的 啊 但是它有CRC你可以干掉它啊 但是我们是一个调试用的 你抓风包本身是个调试的 你真正的成品 不会挂一个这个明文的钩子啊 挂弄了干嘛呀 用都没有对吧 就抓抓出来之后 跟我们分析用的 还一个11223345566 先还原来看一下这个对啊 173707 跟跟这个比吧 这可能是后面的喊话长度对吧 然后呢 看喊话内容 11223345566 123456 对吧 跟我们喊话的内容完全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抓到完整的名字了 走路 喊话 对吧 票 转向 NPC 啊 把这个屏幕关了 这个视频太大 看我们抓到这些封包实际上都是完整的明文包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里面走路已经变得很清晰了 对吧 走路这个包你看坐标值 包头啊 很多的这个东西都是很明显的 包括我们释放技能等等的一些东西 所有的封包都可以抓到 那么到这里呢 实际情况下我们 互可明文包的这个功能就完整的搞定了 跟着写可能发现代码也没有多少 分析流程也没有多么复杂 对吧 总共的代码写多少条啊 我们看一看 100条 100条汇编不到 世界加里面 100条代码不到 中间空这么多行 总共200条代码 我们已经可以把这个游戏的所有的封包全部抓到 啊 其实再加2条代码 我们同时可以 全部封包发送 对吧 就200条代码 啊 并不难 分析的数据呢 我们也非常简单 我们从地震的返回 这几场加一体的代码 汇编代码也只有200条 对吧 比如说呢 过程非常简单 但实际情况下我们讲了8% 啊 在实际情况下 它 如果让你去做的话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啊 所以说我想说的是呢 大家不只要跟着去操作一点 把整个这个流程思考完毕 然后呢开启 第九课 之后的开始学习 不要去急着看课程 啊 我今天卡了30课 明天卡了50课 你会一课 比你看30课都好啊 对吧 然后呢 大家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客户找我啊 同样呢 会把这阶段的所有的这个内容 都发到咱们的官网 三大为了非语而来的看 啊 那好 这些课程练网就到这里 写了